就是要把宝宝打掉吗 你知不知道宝宝是我的喂人吃了吗 你写这种字枪没用的 写 写 傅家女倒追猪如男 婚后不久 丈夫双腿麻木即将瘫痪 女人留下字条偷偷跑去打胎 结果被公婆强拽回家 丈夫歇斯底里怒吼 抡起枕头就打 眼前这个骂骂咧咧的小矮人 名叫顾红元 19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是一名诸如症患者 身高只有一米一 父母都是老十八家的农民 靠种地为生 哥哥患有癫痫 从小神志不清 一家四口度日艰难 家徒四壁 对此顾红元没有太过悲观 微笑面对生活 成年后便南下打工 在一家歌舞团当歌手 因独特的身材和精湛的唱功 颇受人们欢迎 其中就包括吴娜 吴娜来自贵阳 家境优渥 相貌俊秀 身高正常 以此偶然的机会 她看了一场顾红元的演出 一下就迷上了 在表演结束后 估计勇气 要了联系方式 一来二往 两人逐渐熟络 娜娜彻底喜欢上了 这个不一样的男人 不顾家人反对 不惧外界声音 执意要嫁给顾红元 并于2012年 和她一起回到湖南长沙 看着儿子带回来的漂亮老婆 父母老泪纵横 大摆宴席 为两人热热闹闹办了婚宴 在那个娶媳妇 愁死人的年代 顾家总算风光了一回 婚后 娜娜十分孝顺 家中大小活都抢着干 老两口更是将娜娜 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顾红元深知 幸福来之不易 对媳妇百般疼爱 娜娜就像白雪公主 我愿意当一个小矮人 永远守护着她 夫妻俩和和美美 甜甜蜜蜜 几个月后 娜娜怀孕了 一家人欣喜若狂 感觉顾家有后了 恨不得把她供起来 顾红元更是干劲十足 努力演出挣钱 想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但好景不长 2014年 顾红元的腿脚 突然开始发麻 疼痛 一天比一天严重 最后竟连直立行走 都十分困难 由于家里条件太差 没钱治疗 只能买一些便宜的药 勉强为止 结果情况越来越差 整个人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 每天只能扶着凳子 勉强挪动身体 而此时 娜娜已经怀有八个月的身孕 大哥痴痴傻傻 丈夫瘫痪在床 父母年迈无劳动能力 家族四壁还欠了一屁股债 思来想去 娜娜留下了一张字条 不辞而别 亲爱的爸爸妈妈 对不起 我走了 孩子我不想要 我要打掉 帮我照顾好顾红元 老两口一看 彻底慌了神 小心翼翼将纸条拿给了儿子 顾红元一看 歇斯底里疯狂怒吼 从床上跌跌撞撞爬爬下来 推着椅子就要往外走 老两口急忙找到记者 哭诉求助 了解情况后 一行人在村里兜兜转转 四处寻找 最后在村民的帮助下 终于在县医院 找到了正在排队的娜娜 看见儿媳妇 公婆快速冲上前 一人拽着一只胳膊 强拉硬拽往外拖 手上拉拉扯扯 嘴上小只大翼 我们也是为你好 现在打掉太伤身体了 最后调解袁也 加入到劝说的队伍中 众人好说歹说 理论一堆 娜娜十分无奈 答应回家和老公商量一下 再做决定 结果万万没想到 见到妻子 顾红元勃然大怒 为何要打掉孩子 你知不知道 宝宝是我们的未来 如果你不爱我 当初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 小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你知道吗 小孩子是无辜的 你知道吗 你写什么试料 你有没有承认吗 面对指责 娜娜侧头哭泣一言不发 撑着手坐在床边 有些吃力 见她没有回应 男人更加歇斯底里 抡起枕头就打 还将字条丝的粉碎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才能我尝得久一点 我配不上你 那你如果真的要走的话 你走啊 如果说 你对我没有心动的话 你对我还没有爱的话 你走啊 你走啊 走啊 走啊 见两人僵持不下 老两口将娜娜领了出来 我知道 我们家的情况 把你害苦了 但是这个孩子 是我们顾家的希望 求你 替我们把她生下来 孩子我们带 吃再多苦 也会把她养大 如果红颜的腿 真治不好 我们绝不耽误你 听到婆婆的话 娜娜不再沉默 表示自己 从未嫌弃过丈夫 更没有嫌弃过家里的贫穷 只是 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丈夫生病 大哥吃傻 家里就剩自己一个劳动力 他想打掉孩子 打工赚钱 给丈夫治病 听到这些话 顾红颜哭了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发誓再也不分开 第二天 在记者的帮助下 一行人来到医院 经检查 顾红颜的病 是诸如症引起的脊椎压迫 如果保守治疗 会慢慢失去知觉 最后瘫痪 手术治疗风险极高 弄不好会立马瘫痪 大小便失禁 听到医生的话 顾红颜沉默了 他坐在墙角 低着头一言不发 思索良久 他决定马上手术搏一把 对不起 我的白雪公主 我这辈子 看来无法守护你终身了 我们分手吧 孩子的事 由你决定 娜娜一听 眼泪疯狂往下掉 我从不怕别人嘲笑我 更从来都没有想过分开 谁配得上谁 谁又配不上谁 哪怕日子过得再苦一点 累一点 我都无所谓 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顾红颜做了手术 效果还算不错 娜娜顺利生下一个女儿 活泼健康 和妈妈一样 白皙漂亮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 纪录片